網路購物在疫情發燒的情況下 變成不少人的消費模式 新北市警局綜合分局就提醒民眾 對於價格特別便宜的商品 或是通知信用卡扣款有障礙 要民眾提供個資等狀況 都要特別小心 幾乎都是詐騙集團的手法 他會用一些低廉的商品吸引你購買 然後購買你買到的東西 就是跟你想要買的東西不符合 或者是他會用一些 你扣款沒有成功 需要你再次重複扣款 這種東西你就是要再三求證 就是求證這項物品是否是真實這樣子 另外一個最近常出現的 就是境外投資詐騙 蔡景元表示 詐騙集團會用社群軟體 先取信於受害者 再逐步透露投資賺錢的方法 先以小粒引誘 等到受害者投入大筆金額投資 漸漸掉入陷阱以後 反而被詐騙集團與取與求損失慘重 取信你就是加LINE 他會提供一些 他最近有在投資什麼獲利不錯 你可能就一時衝分頭啦 就是加入那些境外的投資平台 一開始也會讓你獲利啦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 讓你越投越多金額下去 對然後可能再來就說 再來就是投資 你投越多金額 他可能就錢慢慢要不回來 然後又要求你投更多錢下去 你就是變無底洞這樣子 對 最後可能那個人就人間蒸發 你找不到 那些金額就卡在那邊 對啊 有可能你就是會去銀行啊 信用貸款玩 你就變 這些呆帳你就要自行負擔 所以要請各位民眾就是 遇到一些詐騙的簡訊啊 電話就是一聽二掛三查證 尤其電話他會有加字啦 就是一些電話號碼顯示 會有一些加的號碼 就是再三求證這樣子 中和分局表示 在網路發達的當下 每一個人都要學媒體試讀 判斷消息真偽 不僅是保護自己 也可以避免親朋好友受害 主動查核不同資訊來源 培養思辨能力 避免被假訊息帶著走 記者趙石原 新北採訪報導